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星期又到我新主义节目的环节 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要多谢香港电台 幸好香港电台数码31台给了这个空间我 我就可以将我这个节目带给大家 我不敢说是什么教育 但是我很希望透过我这个节目 真的可以令大家认知什么是厨余 认知什么是饰食的生活 认知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是可以做到的 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一件事呢 因为每天送去堆田区 起码有三千吨的垃圾是厨余来的 而这些厨余很多时候就是 我们譬如在学生在学校订的饭盒 他们排两口就不吃那些 又或者家里经常煮食剩下的 或者煮食那些瓜皮啊菜馅啊那些 都是厨余来的 那出去吃就更加多了 那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厨余 只要我们认知多些 然后我们就会学会怎样避免 然后我们就可以为环境出一分力 如果这个数字可以再减多些的话 那就是我们最高的目标了 所以我要很多谢香港电台给这个机会 我去制作这个节目 令收音机旁边的你 听多些 知道多些 什么是新的食法 新的避免厨余的方法 今天我们的嘉宾就真的比我更加 更加真的讲教育这一件事 他们的组织的一个很大的题目 就是讲环保由教育开始 他们的教育不止是学生 可能是市民 甚至是一些公司机构 他们会用他们的方法 令到所有人希望他们的生活 都由环保开始 今天一会儿在我的《识食展》里面 就会有嘉宾跟他们分享 他们环保教育的经验 然后当然不少得了 我们街坊里面 都有很多市民给了很多 识食的提示我们 我告诉你听完十三十之后 你就会有很多识食的提示 老婆 今晚吃什么菜 有东西吃剩了 还有些菜还没煮 识食不一定要吃贵的 一起听识食的香港人 有什么识食的态度 识食香港人 识食香港人 又是我邓志娟来到这个 识食小提示的时候 在街上我遇到一位美女 Hello 你叫什么名字 Hello 我叫Bella Bella 你好 Bella 我想问你平时有没有煮食 不 也有 有 煮开什么 诶 有时候是畜色 有时候都会去街市买菜 例如你会煮什么菜式 炒肉片 蒸水蛋 鸡翼那些都有 你也煮了很多菜式 我想问你有没有听过什么叫做食食 诶 是珍惜食物 对呀 珍惜食物 譬如珍惜食物 你觉得有什么在日常生活里面可以做到的呢 你会做什么呢 譬如你煮食的时候 因为我家的人都比较细吃一点 所以有时候买10元的瘦肉 那些人都未必卖给你 因为他们觉得太少了 不要紧要我都会照买10元的 可能我都是尽量买少份量的东西 每次 如果真的吃完不够饱的 那你吃点水果 那你也是一样 最后可以甜饱的肚子 这个就是我珍惜食物 就是可以尽量不煮太多 又吃得完 如果真的不够饱的 就吃点水果 即是你其实准备食物的时候 已经饮得很好了 那份量 就不会说只剩下太多 对吧 嗯 没错 惯得吃到你这么了头 多谢你Bella Thank you Thank you 今天我女主人就在一间食市里 看到一位小姐 我刚才跟她聊天 问她有什么厨余的贴士 她立即说有啊有啊有啊 叫我访问她 那我先把麦克服交给她 那位小姐你怎么称呼啊 Hello 我姓梁的 梁小姐你好 你刚才我们在麦克服后面 你有一个很好的贴士 可不可以立即分享给大家听 可以啊 我家里有很多人的 我家里有五六个人的 那些菜啦 还有呢 菜拆完就剩下很多的 那些菜盒不要那些是吗 不要那些呢 还有鸡翅 有时候想拆骨吃的骨 那我将它们一起熬成一个汤 哦 即是你家里有一个上汤在里 对啊 就熬成在里用的 哦 即是那些菜一拆开 就揭开锅盒就放进去 而是丟掉了 当然啦 不要担不担 还可以吃的嘛 所以你家里永远有个上汤 对啊 这个方法很好 多谢你啊 梁小姐 我们一人家里都应该有煲上汤 就不会浪费骨和菜了 对啊 多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在我新主義的直播室裡面 就請了一位女士來跟我聊聊天 我就很贊成他們的機構的所有的做法 因為我都是覺得環保真的由教育開始 今天我就很高興請到環保促進會的行政總幹事 何慧平女士Linda來到我的直播室跟我聊聊天 嗨 你們好 嗨 Linda 你好 你們的環保促進會是有很多很多活動的 可不可以講解一下有些什麼呢 你們正在做些什麼呢 其實最近我們剛過去的六月份 我們有一個綠色月 而那天有一天叫做香港綠色日 這個綠色日其實就是 響應聯合國的世界環境日 在香港來講過去這麼多年 都沒有一個特別的日子響應這一天 我們就以香港綠色日來響應世界環境日 而我亦希望接下來香港的朋友 就可以以穿綠色的衣服 來讓更多人感染到我們要環保一點 綠色這個顏色很容易令我們聯想到環保 穿多一點我們都會想多一點 是的 沒錯 綠色日就是這樣的原念 除了這個綠色日 穿多點綠色之外 其實在環保方面 你們都真的做了不少事情 是的 其實在15年之前 我們是由理工大學校長做法體人 成立了我們這個會 而我這個會主要的目的就是 推動環保產品認證 你知道現在很多產品都聲稱一些 某一種特別的用途 但我們這個認證計劃是主要給環保產品 讓市民或者用家 很容易去識別它出來 一些很專業的範疇 最初那時候我已經加入了這個會 發覺香港人或者所有工商業界政府都好 對我們所倡議的東西都是比較新的概念 所以我們在2001年有我們的口號 環保遊教育開始 這個教育不只是給學生 其實是工商業界所有的香港人 在我們當時說環保產品的時候 是很新的概念 所以我們是由2001年開始 做了很多不同不同的活動 滲透到各階層 是的 沒錯 教育真的不只是小朋友 因為環保在2001年的時候 我們開始聽到這個字 現在聽到環保再多點字 例如我們今次節目的題目 《處遇》開始有很多字 懂得吃 所以你們應該是每一年 或者一直進化 都一直在不同的題目範疇裏 都做很多活動 去令人認知什麼是環保 是的 其實環保 開始由講開始 講都不講都很難去實踐 但去到現在 特別現在在學校本身的教育 在課程裏面都教很多環保 一些怎樣去珍惜我們的環境 怎樣去珍惜我們的所有資源 所以現在做了一些上來 就是事半功倍 以前是事半倍功半 即是說了等於有時候 不止於說 對 環保說而已 但現在不是 真的不是 我們經過了這麼多年 認知環保 環保真的要走 真的要實行 在生活裏面 還有周圍的人要互相響應 還有要支持這件事 還有一些要認識到 而又願意去 我不要叫犧牲 是願意去用 或者改變你自己的生活習慣 去加這些環保元素下去 是的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做了這麼多年 講講講 原來在生活裏面 都不知不覺 是不小心環保了 無論在不同範疇 例如坐車 開車 吃東西 扔垃圾 真的在身體力行可以做到 是的 其實我們講的環保 主要就是 我們每個人需要 在日常生活 衣食住行 都要做 大有大做 大人 我意思是 小孩子有小孩子做 否則 我們沒有可能 每個人都有一個 自己專題去探討 但是簡單來說 每個人肯做 做一分就總比 在大議題下 才跟著去做 沒錯 你剛才講的議題 其實你們已經有很多 我便簡單一點 回到我的題目 廚餘 懂得吃的題目 但是在這個範疇 你們還有很多活動 在推廣 不如我逐個逐個 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嗎 讓其他人參考一下 原來你們大家 自己的生活當中 都可以 或者有些機構都可以參考 原來都可以透過這些活動 去令到多些人認識廚餘 什麼是廚餘 認識什麼是懂得吃的生活 好 有一個叫做校園計劃的 有一個環保隊長 我見到你們入學校這方面 都挺厲害的 又有個校制 親子 識煮 識食 烹飪大菜 首先就是認識的識 識得煮 識食就是珍惜食物 這些都是入學校 或者接觸到親子 學生 不如分享一下 識飲識食 識煮識食 烹飪大菜 又是一件什麼事呢 其實我們想透過一些 親子的活動 令到那些學生 一般來說 那些是比較年紀小一些 令到他們從小開始 知道食物是要珍惜的 亦都讓他們知道父母是怎樣去處理 煮出來的東西是那個來源 要不然 下下煮出來就吃 好吃就吃多一點 但為什麼要這樣煮 不知道 但如果通過一次這樣的親子活動 當然有一些不向都在做 我相信 但有些真的從來都沒有做 唯一一次去做 我覺得都是值得 因為一家人如果不一起去 心思熟慮點煮法 去互相分工 他是不會知道怎樣去合作 第一 第二他也不知道 怎麼知道 是珍惜到的食物 你會煮出來 到這麼難得一起煮出來的食物 他就知道食物是不能浪費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烹飪比賽 是很值得推廣 是喔 真的喔 其實你現在都給了一個方法給家長 可能他經常叫子女不要浪費食物 然後子女就說一句不好吃 或者飽了 他就覺得靜了會處理的 你給了一個方法給他們 可以跟子女都告訴他們 我們看到那些小朋友會很開心 還有我們去試吃的時候 他又示範給我們 這個要幾塊一起吃才好吃 不是這樣挑一塊出來吃 我覺得他們很有趣 其實我現在都發現 不同年代 我們小時候就說不可以進廚房 但現在我都很贊成小朋友可以進廚房 一起煮食物 有一個很厲害的 用刀刺 我說你行不行 太危險的 最多不要讓他們做 但有些部分可以參與 還有小朋友都可以透過煮食的時候 拿到一些滿足感 創作又可以提升 還有他們好像一向不吃的東西 經過一次這樣的做法 例如一些菜狂他們不吃的 他們說這次切碎後用來炒飯 他們就很喜歡 爽爽的很好吃 而且又知道自己炒出來的一碗飯 很珍而重之 還要有人試很好吃 這件事就很難得 我看到剛才有一些食譜 你也分享給我看看 你有沒有吃到一些 他們比賽的時候覺得的東西 我都沒有想過 竟然小朋友或這個家庭 想到這樣 把廚餘不要浪費 這樣煮法 有沒有一些都很難忘的菜式 我記得其中有一個 他就把一隻燒鴨 吃剩燒鴨第一餐 燒鴨一隻 第二餐拆肉 然後再炒一些雜水的東西 炒出來 好吃 骨頭就用來熬冬瓜 我覺得其實都很盡 很盡的 很盡的 什麼都給他吃完 事實上很好吃 其中有一個就是用蝦 蝦頭蝦殼煎後熬湯底 蝦身就是蒸豆腐 我覺得他們做得很盡的 我自己就很欣賞他們 而且因為是比賽 他們也會把不同的葉 做下去的半碟 他們都說 都可以吃的 你們嘗嘗 這個也是一個平台 給他們去想一下 平日在生活上 怎樣可以把這些 以前會扔的東西 這次之後就不扔了 對 蝦殼沒有用 蝦頭也沒有東西吃 我有時自己煮蝦的時候 直接把它炸或煎的時候 我都盡量做到最脆 因為如果脆到瘋瘋 就可以吃完 我覺得最徹底 當然因為懂得煮 所以我都很喜歡跟別人分享 煮食 希望他們懂得煮之後 就把那些東西 再徹底吃完 對 其實也有很多東西見到 好像南瓜 起了一粒粒出來 用來做一項菜 那個殼很肉酸 然後來煮南瓜湯 我覺得他們真的用得很盡 我自己見到他們這樣 還有很多小孩子吃譜 會見到 有時我們煮食 可能大人會想到一邊 我們吃的東西 但是他們通過一些 烹飪比賽 他們就可以互相交流 我相信很多家長跟我一樣 看到原來這樣也可以 他們喜歡 然後回去就可以試一下 對 譬如今次是很成功 你們手上得到一些菜譜 在這個範疇裡面 會有什麼想再試 再發展 或者有下一屆 或者在不同區域做 其實我們 今年是第二年 搞烹飪比賽 會煮食的烹飪比賽 去年我們也有做過類似 有一點點不同 就是公開的那個 那些菜式比較複雜 今次是親子 但是主題也是 會煮食食 可以再想一下 可能明年 明年也可能要花心思 和同事一起 我自己就覺得不同的範疇 可能是 就算中學生 大學生 大學生 尤其是 其實他們 開始入學校 要住宿舍的時候 就發現 糟了 原來自己不懂 煮食 但我發覺他們是最環保的 因為他們煮食 簡單到沒有人有 吃得 但可能提供這個平台 給他們回家 和媽媽 讓媽媽教他們 做一些快靚正的 入宿舍可以煮的 可能又是一個題目 都會是 因為他們真的要快靚正 簡單 不要複雜 即一個電飯煲煮完 一煲湯可以搞定 對 我見他們試過 煲一煲湯去喝一個星期 我說 本來是不錯的 如果沒有壞 因為你放一個星期 可能會變壞 我說你不可以這樣做 要是多些人喝了它 又想吃呢 對 我覺得他們很少 對 我們做多些不同的活動 就讓他們認知多些方法 對 真的謝謝Linda 他們很不為餘力 在這一方面 都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其實 你們說的那個教育 你們會不會有一些 自己都覺得很感恩的成績 無論是學生的教育 或者你剛才說的社區 或者一些機構 工商界 你們會看到改變 你們都很感謝 竟然可以帶出那些數字變化 其實實際的數字 我現在說不到 但我自己很欣慰的是 其實是很多年前 十年前左右 我們就裝了第一部 風力發電機的學校 那部機就裝了一個學校的天才 那是第一部 當時我們裝這部機 那時候主要的目的 就是想學生 認識到再生能源的重要性 他們就做了很多學校 當然我們也帶了他們去很多不同的地方去參觀 來增加他們增港見聞 讓他們知道現在的科技發展 去到那一年 大概2005年的年尾 他們就參加了一個國內的科技大賽 拿了金獎 那他們為什麼拿了金獎 就是因為他們自己模仿 做了一個風洞 裏面有一個風力發電機 那他們整個研究 就是究竟風力發電機 在什麼風速底下 多少塊葉 是最有效的可以發電 那他們做了一件事出來 就是拿了一個大獎 那當時我們也跟環保處處長 聽他們做過 回到香港之後 就做了一個presentation 我們真的很開心 因為我們不敢領工 但是絕對相信 不多不少 一定是由我們的風力發電機 以大致到一連串的活動給他們 而誘發到他們有這個構思去參加這個獎 而且他們得到金獎 這個是我 在我來說 我是很開心的 這件事 都是一個很大的動力 令到你們的教育 在這方面的教育繼續做下去 其實都保持著很多做環保的人 是很願意用這麼多時間來做 對 真的 你猜一下看到成績 看到成績也是一個鼓勵 令到更加想再做多些 希望有 你剛才說的 有發多些人 對 希望你們不要省水省力 繼續努力 做多些不同的活動 讓我們在不同的平台上 可以有機會認識到環保 這是肯定 好嗎? 我們下一節回來再繼續聊天 讓我女主人帶領你們認識最新最潮的食食生活 好 香港電台數碼三十一 新主義 好 又回來新主義的直播室 今天我食食棧的嘉賓 很多東西要跟我們分享 所以我們要加快速度 多聊些 多謝Linda 來到我今天的直播室 跟我們聊聊天 剛才說到你們綠色日 其實綠色日裡面 是有很多很多範疇的 你逐一介紹一下 其實綠色日 我們不僅是在剛才說的中小學 大學和幼稚園 我們也有工作 第一樣 其實我們鼓勵全香港的大中小幼 都穿綠色衣服的那一天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我也是說一句 要互相感染 互相響應 透過一天 雖然只是一天 但是 大家好像打開頭 環保一點 不要得到港字 我們想透過這樣做 剛才提過 中學小學都有一些烹飪比賽 讓他們知道懂得煮懂得吃 大學生 其實我們也有做一些定向活動 我們在過去 都會在一些主題公園那裡 就要去發掘一些 一些保育 環保的一些設施 讓他們找出來 那個反應都非常之好 全香港的大學 大專的學生 都有參與 超過百多人 每一次都 而另一方面 我們也有一個叫 Captain Green 環保隊長 環保隊長 這個環保隊長 其實主要我們 就很想 不是很想 其實去年已經開始了 因為做得 在我們來說 非常之滿意 希望接下來九月 那個新學年度開始 全新招募會員 我們就歡迎一些學校 推薦他們的環保組的同學 來參與這個環保隊長 而這個隊長主要的目的 就是我們會經過一連串的訓練 以及去一些外展活動 回到學校 他就將他們學到的訊息 帶回到學校的同學 而在每年的大概五月 早過他們考試 我們就會要求他們做一個presentation 一個報告 就是用一個powerpoint的報告 然後我們去看他們在過去一年 學到什麼 然後透過這個報告 我們會重新再將他們組合一次 給一個完整版個別的學校 變成教材 讓他們知道香港很實在的情況 過去我們都帶他們去看一些 不同的政府的設施 包括一些廢物分類 一些廚餘的處理中心 或者一些不同的私人機構的環保設施 他們看完之後 因為一般來說 就未必可以看得這麼深入 但是透過我們的活動 他們都覺得是學到很多東西 也都因為有一些課題 我們講了給他們聽之後 他們是要深入去再理解 他們才做到那個powerpoint出來 那我就覺得 聽起來好像 人人都有這些東西 但是我覺得 經過他們心思熟慮去做他們自訓 自己那份功課 而又要他回學校再說 這件事我自己看得到 意義深遠 他更加會做很多了解 更深入地去了解 因為他都應該很想 將這個presentation做得最好 對 而且他要反映出來 究竟學到什麼 你們都真的很了解不同的 階層他們的喜好 剛才你說的定向是比較高班的人 即是那些已經是大學生 他們真的喜歡玩這些 然後到現在的小學 說的那個隊長 他們真的喜歡做隊長 他們用隊長的身份學了些東西 然後回來再可以分享 簡直是他們最喜歡的 對 我們都有batch給他們 對 又不小心 又recruit了一班人 去用他們的渠道 散播環保的訊息 對 其實這是我們一直以來想做到的事情 至於幼稚園 我們都會有一些power point 給他們 就是要一些幼稚園學生 在衣食住行 去看一看他們可以做到什麼 比如早上很多小朋友吃東西 不是那麼合作 那些power point 有一個很有趣的漫畫公仔 叫他們不要 要怎樣怎樣 去到洗手間用紙 燈 水 全部都有一些 叫他們省省省 省省省 有個指引給他們教 其實都是圍繞著衣食住行 這個就是我們整個六色日 在學校上做的事 其實我們不是在學校做事 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會找到很多商店 一些食肆去響應 商店他們可能賣一些 有關和環保掛鉤的東西 可能是綠色食品 有機也好 有些是優惠 而有一些食肆 如果他們賣出來的成品 蛋糕 或者有一部分 就是如果你不用那些職器餐具 有一些優惠給你 很好 變成整件事做起來 都很好 全民都會知道這件事去響應 再加上我們做的宣傳 是很大 因為我們得到很多的商業贊助 不過不是錢來的 全部都是一些機構幫忙 對 廣告位 如果你有留意我們那個 很開心的地球 哈哈笑的logo 其實在整個六月份 你很多很多地方 你無論搭 很多的公共運輸工具 你都會見到 在車站又見 車又見 所有都有 所以馬上就很想請Linda來 介紹一下你的綠色日 希望接下來的綠色日 或者你們的環屋活動 有機會參與 總之覺得我幫到手的 就馬上叫我 我們差一些電台 所以今天就請到Linda來 跟我們分享 Linda 除了綠色日之外 你們是否還有其他廚餘活動 是啊 其實在去年開始 我們正在做廚餘消減活動 現在就在葵青區那裡進行 接下來就會在港島東區那邊 這個活動在不同區域發生的 是的 因為其實每一天 香港都有三千多噸的廚餘 還有其實廚餘的產生 不是說在廚房 扔出來的東西叫廚餘 始終我們是要 讓多些人認知 怎樣去分類出來 再加上 大家都明白 現在 我們在1819年 我相信 就會有廢物的徵廢 廚餘也是走不掉的 所以廚餘消減活動 主要是讓食肆 知道怎樣把廚餘分出來 你不要以為廚房的人 當然知道什麼叫廚餘 真的未必 原來廚房的人很清楚 廚房扔出來的垃圾叫廚餘 即是錯了 即是把很多膠袋 罐頭 或者不要的東西 都放進去 其實廚餘的意思就是有些有機的廢物 是 蔬菜 肉類 我們不吃的東西 那些為廚餘 現在我們去到每一個區 去推動這個活動 其實在廚房 我們都要用一些心思 去講解一下 放一張貼士 有連圖的圖畫 讓他們一眼 懂得分類的 對 然後第二個問題 是你 我的廚房很小 你真的要我分類 就像打鼓一樣 那麼多個東西 我們又要幫他看一些位置 放一些小的桶 讓他收廚餘 這個數字應該是 會令到我們將來的三千噸 應該會減少了 可以看到改變 應該是 我們其實不只是去廚房跟工作人員說這些問題 其實是前台我們都要說 為什麼前台呢 就是吃客 我們就會推動他們 清碟行動 我們叫清盤 吃光它 吃不完就不要叫 第二樣就是 你還想吃 你就不要一次過叫 吃完一批再叫一批 你知道中國人吃東西很有趣 一桌都是才高興 西餐你叫完之後 都會逐碟來 中國人就說一碟 一桌都是 然後哎呀死了 怎麼吃 但是現在就要改變一點 雖然不用說 頭盤主菜那麼分 但是都選一選 你好像喝茶 你不會一次過叫完 分一分 另外就是說 真的吃不完 就帶走 最理想 我們也有些活動 如果你帶自己的勇氣來 我們又見到 這麼巧我們的大使 我們就會 有些獎賞給他 有些獎賞給他 所以其實是由 前台到 應該再清晰一點說 由他入貨 提他們 先出先入 先入貨的東西 先用 不要一尾用櫃面的東西 裡面都壞了 刀頭又要扔 又要用盡的食材 跟著 到廢氣的那些 扔 你又要分到 怎麼扔 出對外賣 一會兒 又要提醒市民 吃多少叫多少 吃不完 麻煩你拿走 這就是我們整個的 廚餘燒餃活動 不只是在廚房發生 真的 如果 你剛才說到的 每一個範疇 每一個人都做少少 我相信那三千噸的數字 很快就變了 二千噸 一千噸 越來越少 應該就是 其實我都很喜歡 推介別人 要認識廚餘 因為我覺得 不僅是有助的環境 其實錢也節省一點 是的 用盡它 我經常都在想 我或者出去吃飯的時候 見到隔壁桌的人 吃到一桌都靜了 我在想 如果要收錢的話 剩下的斷根刺 放在榜上 我看你會不會這樣叫 真是未必的 所以要用多些方法 引誘他們 認識廚餘 不要浪費食物 怎樣為之珍惜食物 這個活動就靠你們了 都不是的 還有很多 例如一些宴會 宴會那時候 有很多東西剩 自助餐 都是 但是現在就很好 很多人都願意 香港有很多個 不同的社福界 或者是慈善全體 他們都願意去收回一些食物 送回給一些有需要的人 有部分 甚至乎是重煮過一次 才送出去 有些當然也有再煮過的廚房 他們自己 我覺得這樣東西 真的可以 是將所有 即是 話就說 食性 是好像沒有用的東西 但是 對某一些人來說 這些 是應該我們珍惜的食物 多謝Linda 多謝你們的環保促進會 一直在做這麼多 希望你們 不要怕辛苦 繼續 一路做多些 令到我們 就好像 綠色日一樣 我們到處都看到 每天都是 每天都是綠色日 我們到處都看到 原來有很多活動 原來可以透過活動 認知怎樣 環保怎樣 避免處遇 希望你做多些 繼續 其實我們都很想 不同的環保團體 跟我們一起和應 其實在六月份 我們有一個日曆 就是將不同團體 搞的有關活動 都上載了上去 只要他們 願意告訴我們 有時候我們都找不到 那麼多 我們找到也好 你告訴我們也好 我們都會放在那個日曆 不一定是我們搞的活動 見到其他人搞的活動 都應該參與 你才可以深深地感受到 我們環境保護的重要性 好 大家如果有興趣 就可以上他們的網址 看看 接下來還有什麼活動 然後真的去參一下 雖然這個活動 是每年六月做的 但其實都有其他不同的活動 可以參與 特別要留意 明年六月又再來 我到時一定來看看有什麼 幫忙搞搞搞 好嗎 謝謝Linda來 謝謝 歡迎來到女主人廚房 讓我為你的食物升級再造 今天又來到我的女主人廚房 升級再造 今天我有嘉賓 你是哪位 我是陳匡 對 是舞台劇演員陳匡 是我的最好的朋友 你畢竟過門也是客人 對 你先喝一杯飲料 好嗎 好 這是冷的 你幫我在冰箱拿冰 熱辣辣 這個很適合用 其實我不會給你太複雜的東西 雪櫃幫我拿梳打水 還有菠蘿汁 對 這杯是什麼 這杯就是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材料 主材料是什麼 紅酒 對 那你來到嘛 我當然是做些東西你喝一下 那我就做個Sangria 你喝一下吧 好嗎 對 不過就簡單一點 我沒有切什麼水果 但是我就在冰箱上給這兩樣東西 就是菠蘿汁 還有梳打水 你可以用汽水 你看你喜歡甜點 你不要那麼甜 嘗嘗 我先嘗嘗 好 哎呀 當然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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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點的頭 甜點的頭 加多點酒 脆軟的 我想問一下 是 這個紅酒有沒有影響 例如說 我用八二年了 Vid 那當然是不同的 你不同的酒混出來 但是 很多時候我們 紅酒隔過夜說不要 我很多時候 派對 或者朋友來喝完 喝不完 我很快就馬上冰起 讓紅酒不會變 我突然很快 就可能就是這樣 喝酒 做了也行 還有其他方法 我教你做個雪糕好嗎 好 什麼雪糕 紅酒雪糕 對 很簡單 首先我先打開火 好了 我們做個雪糕 首先要把紅酒熬熱 為什麼呢 我們要把酒精蒸發 沒有了 是 沒有了 你不要以為沒有了 我們先煮酒了 煮幾分鐘 好嗎 我們倒了 一會兒不能喝 拿第二瓶 你會聞到 是不是 很香 快點 酒精現在散發了 我們不要浪費那種味 它就會走 對 其實又不會走光 那種味道 但真的 因為酒精冷不住 所以我們要再煮一下它 是的 我知道 我放在廚櫃都是不會結冰的 沒錯 我們現在有去煮一下它 但是由於時間關係 我預備了一層材料教你 冰箱 開冰箱 好了 我已經將煮好紅酒 攤凍了之後 再用袋子冷藏 然後現在有些暴力的東西 就要你幫我做 好 現在冰就冷藏了 你幫我打碎它 對 即是盡力出力打開 對, 出力打開 我要打碎那塊冰 這個就是我做這個 其實不正確的冰箱 是 對, 紅酒冰箱 像乳酪 對, 像乳酪 沒錯 為什麼要放在袋子裡呢 放在袋子裡比較方便 它就會已經融出來了 已經打碎了 然後再打開冰箱 對 平時我在家裡用什麼袋子來打開 是保鮮袋 對, 你現在也看到這個保鮮袋 然後我們就放些乳酪 如果你想甜點 就買蹄子味的乳酪 如果你想沒有那麼甜 你就幫我混合 如果你不想沒有那麼甜 就可以買乳酪的乳酪 對 其實那個原意就是把它混合 這樣你就會把乳酪 和那個已經紅酒冰混合 哇, 正式的, 正式的 對 這邊的紅酒正在煮 我現在做兩個款式給你看 這個就是教你回去慢慢試做 對 這個就是我已經… 因為時間關係的冰要冰 要冰時間 要碎了 碎了, 混合就可以了 即是變水嗎 對, 變到它… 對, 有一點… 如果你覺得不夠 其實就是乳酪不夠 有什麼問題 我們就可以加多一點乳酪 讓我來吧 對 太好了 對 另外這邊的紅酒也差不多了 多煮一會兒 那些酒蒸一散發 我們就要放涼 好了, 先關火 這個做完就是我吃的了 好, 現在拌好 很簡單 其實就是 它就會再融在一起 等它融在一起 就是我們的製成品 由於時間關係 我預備了一個製成品給你吃 就是這樣 你會看到一塊冰的 對 你自己嘗試這樣刨出來 刨出來 刨出來 就會滲滲 對 當然, 如果你覺得想早點吃 可能早點已經拿出來了 但剛才呢 如果你不是一早準備給我的 是可以馬上吃的 剛才那種… 其實… 這個是再冰 這個是再冰 這個是加了乳酪後再冰 對 剛才那個呢 你吃都可以 但你覺得好像它們未混在一起 對 對 所以到時候我們做完之後 還是要把雪櫃燒一下 對 就是簡單來說 就是一個紅酒 變了去冰 煮熱之後就冰了 變了冰之後拿出來打碎它 打碎它 打碎完之後 就混合乳酪 再用筷子的吃雪糕 我幫你撩了 在筋上的 是嗎 好了, 你現在嘗嘗 好 嘗嘗 我用了有提子味乳酪 所以就比較軟 是 我用了這個 是嗎 那是不是覺得酒就不用浪費了 是 而且這個不會太甜 是啊 如果你想再沒有那麼甜 就可能用 拌的乳酪 那就沒有那麼甜 但想甜一點的 就用本身有最愛的乳酪 我喜歡甜一點 這個 這個可以嗎 這個不會太甜 對 不算太甜 剛才你說 不是 你覺得酒的主調 你也想多加一點 可以嗎 可以的 先把剛才的東西拿出來 因為我家常給一瓶 浸泡雲尼腩味 這時候我們就放幾滴 浸泡雲尼腩味 浸泡雲尼腩味 你倒一點 不要太多 因為太多酒精真的冷不住 其實出來就會有泡味 在我吃這個任務嗎 現在這個有一點 但可能還是冷了 因為酒就會走 你會多吃一個層樓 就是這樣 幫我把分冰桑留給我吃 這個就是你現在吃的 那你今天會滿足嗎 好滿足 好 那我們繼續喝吧 就這樣說 其實我也很想趁這個機會 說回我們已經做了 十四屆的環保家連華 接下來在2016年 我們會在1月24日 在九龍公園 那時候會舉行 歡迎全香港有興趣參與的人士參加 現場有什麼可以看到呢 當然有舞台的表演 來自不同的學校 也會有幾十個的攤位 有很多學校他們會主持 也有政府部門 也都會有一些主題公園的攤位 我想說的就是 當然裏頭有很多有趣的活動 讓你們去參與 其實同場呢 我也是歡迎學生來參加 一個創意模型設計比賽 這個已經做了十幾年了 每一年都會由學生去創造一些模型 來做一些比賽 今年都未定的主題 但去年就是一個滑翔機的比賽 以前很多時候都是老鼠夾車 尤其是鬥快、鬥軟、鬥斜老、負重、回歷 所以希望你們留意 2016年的1月24日 星期日在九龍公園